大家好,我們是資産甲的蔡文雅跟唐英琪 然後我們政府要報告是 性侵諾離交易北格不公平交易制度研究 首先是我們的目錄 我們翻成三段有前沿、證文跟結論 首先是我們前沿,我們分成五個小間 然後前沿,研究動機 現在的人健康意識抬頭 尤其是酪梨是富含營養最高的食物 所以很多人討論度上升 但是在墨西哥的酪梨農 卻遭受到毒硝的迫害 然後我們要研究的是公平交易 然後研究目的 我們會先討論墨西哥的崛起 墨西哥酪梨的崛起跟危機 再來是墨西哥跟台灣肉里的比較 還有SWAT分析 還有是各國的需求跟供給量 最後是我們要如何向咖啡產業的公平交易制度探討 再來是研究範圍極限制 研究範圍極限制 因為在台灣的我們無法完全收集到全面 墨西哥有多少露尼龍受害 所以我們會以SWAT分析作為主要依據 而使用方式是為輔的 最後我們會提出我們的看法跟建議 研究方法 我們有文獻收集法 調查研究法跟內容分析法三種 研究流程及架構 這是我們的研究架構 再來是正文 我們分成六個小節 首先是正文 墨西哥的酪梨 米雀墨西哥最有名的酪梨產地 它位於墨西哥的南部 而酪梨的優點是它有富含豐富的膳食纖維 它可以降冰膽固塵 還有預防眼睛疾病 所以外面還有很多人稱它是最健康的奶油 而它還有許多商機可以辦出去給大家 再來是酪梨的危機 在墨西哥的酪梨農 他們常常 因為酪梨可以賣出好價錢 所以如蕭會看到這個危機 這個優勢 他們因此去搶奪酪梨農的田地 有時候會綁架他們 更嚴重的是他們會搶奪洛尼農要送去市場賣的酪梨火車 導致洛尼農他們沒辦法有經濟收入來源 而他們有時候要繳交龐大的保護費 像是一年要繳交一百萬美元給自我防衛隊 導致他們也有嚴重的經濟損失 而且環境迫害 因為墨西哥他們要送到國外有很多地方 環境碳土地就在台上是全球算是滿大的一個酪梨農業 再來是正文 台灣跟墨西哥的酪梨比較 由這個表可以看出來 由這個表可以看出來 台灣的酪梨平均生產時間在夏季跟秋季 而墨西哥的平均生產時間在漢季 而這兩個交通點就是通常在涼爽的時間 而台灣的種植跟墨西哥種植的地區 剛好都在兩國的南部 那兩個地方也剛好都是平原地區 然後他們的使用方式 這是各國對酪梨的供需比較多 由這個表可以看出墨西哥他因為土地面積打碎 所以生產到的酪梨可以比較多 相較於台灣土地面積小 所以可以生產的酪梨就比較少 接下來是由這個表可以看出來 美國的進口量是全球 酪梨進口量最大的一個國家 再來是墨西哥酪梨跟台灣酪梨的Swap分析 首先是內部優勢 墨西哥酪梨的內部優勢 主要是因為它的種植成本相較於咖啡 種植成本低 而台灣酪梨的優勢是 他們大部分都是小農自產自銷 大部分都主打無農藥 是品質有顛固的 再來是內部劣勢 墨西哥的內部劣勢 除了像前面剛剛講的有毒銷破壞以外 有些商人還會看中這個商機 故意壓低價格 像洛梨農買賣酪梨 導致酪梨農他們能賺到的收入比一般的還要少 而台灣酪梨的內部劣勢 是因為台灣面積生產不大 所以我們台灣面積生產 可以生產出來酪梨比較少 再來是外部機會 墨西哥的外部機會 主要是因為他們鄰近地區 很多國家都習慣使用酪梨 加上美國在他們隔壁 然後需求量也是全球最大的國家 剛剛那個表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出口量大是墨西哥的外部機會 而台灣酪梨的外部機會 因為台灣土地面積少 所以我們台灣運收到市集的需要排放的碳足跡比較少 對環境沒有什麼破壞 而且我們台灣交易裡 卻沒有任何的非法組織來介入 再來是外部威脅 墨西哥的外部威脅 主要是出口碳足跡膏蛋 就像剛剛講的 尤其是要到美國 一年就可以輸出近21億美元的酪梨 所以碳足跡是所有裡面最大的 然後再來是外部威脅 台灣酪梨的外部威脅 而且就像剛剛講的土地面積小 所以可以夠出去的 酪梨不夠多 所以只能夠台灣內銷 沒辦法外銷出去 然後接下來我們交給唐英琪 交易 交易保護方法 我們參考咖啡交易保護方法 以國際公平貿易組織為例 由友善小農友善環境與友善消費者 這些規定都是以正常的價格來購買咖啡 再來 星巴克為例 產品品質符合星巴克高品質阿拉比卡咖啡標準 再來 經濟責任 社會責任跟環保表算皆有第三方評估 社會責任其中包括符合最低工資要求 以及解決雇佣同工和強制勞工等 都是顧品質顧環境為優先 再來 台灣方面則能多為自產自銷 有多支持國內生產的有機落零 再來是問卷調查 我們使用Google表單問卷 5天內共回收131份有效回答 多為女性且11到20歲居多 我們發現大多數人不太會認知公平交易所任產品 我們只要看上面有公平交易證書或貼紙及告示牌即可 上面這個就是藍天綠地揮手的小人 只要看到這個標誌就是公平貿易標章 再來是結論 有三個小點 第一個結論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 我們發現多數人喜歡打成果汁食用 所以我們建議可以研發更多烹煮方式 一如酪梨番茄義大利麵 酪梨起司可送或是酪梨焗烤等 讓更多人接受酪梨增加喜好度 再來是根據問卷統計 可見部分人對能保障 酪梨在台灣可安全取得機 可在合法管道上購買酪梨持正向想法者居多 防止台灣酪梨產業發生和墨西德一樣的交易危機 再來是建議 本組認為說 在台灣我們沒有辦法有效的 改善墨西哥目前的處境 不過我們可以以墨西哥目前的 不公平的交易為漸進 我們建議墨西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提出 最有效的政策就是提出公民交易條款 不只保障農民也保障消費者 阻止獨銷繼續的破壞 再次我們建議台灣 我們建議墨米在台灣的發展 可以多打造品牌知名度 例如日本的四方西瓜或是宮崎芒果 讓 或是宮崎芒果 可以 也可以和全聯合作 和全聯合作 推出再做一季才有的甜點食品 再次 以上是我們的公眾生配表 感謝各位的聆聽 我們八角道的節目 謝謝大家